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帝君还有一丝零碎的记忆 一直在不停地寻找玉璽殿下的踪迹 记住 这个事情已成为整个天宫的禁忌 千万不要向帝君提起 重灵点了点头 常力便领他进去看一看 请殿里除了一个衣柜 一张卧榻 一道屏风 两顶箱无外并无多余摆设 古朴典雅 干净利落 常力接着说道 帝君千余年前曾受过一次重伤 昏睡了十年 醒来后虽先提已无大碍 但每百年便要闭关一次 每次约三年 闭关期间任何仙者不得进入 中庭的桃林有帝君先做庇佑 无需照看 重灵疑惑道 这太成功没有仙额侍奉吗 从进入帝君的府邸起 还未有见到一个仙额 重灵也有些诧异 自是有的 常力笑道 只不过这太成功的仙额都在后院 也就是后厨所在的地方 平日里这些仙额 是不能私自进入中庭与前庭的 所以仙观看不到也是正常 莫要奇怪 请电后的月亮门接着一个连池 连池中的弧心亭里摆着棋盘与茶具 常力说道 帝君时而会来此处 自己同自己下棋 这个时候他比较随和 若有事 是可以向他通禀的 边上那道月亮门通往西厢房 在过去一道月亮门便是汤泉宫 那是帝君的御用温泉 常力只是往那一指 并未领他去看 然后又说道 过了连池 便是后院了 公额先关柱的偏殿都在那里 今后你的住处便也在那里 他们快步走过九曲浮桥 虽是后院 却也是干净清雅 王左是先关的住处 王右是先额的住处 千万别走错 只走便是后厨 众林问道 这太成功的先额先关要出入的话 都需走如此长的路 从前庭宫门出 常力又笑了起来 先关忘了我吧 刚刚说过什么了吗 没有帝君的特许 他们是进不得中庭与前庭的 又怎会从正门而出 再者 帝君如此清修之人 怎能受得了 眼前总是人来人往 后厨边上便有道门 他们要进出都走着后门 帝君吃得清淡 不喜甜食 常力叮嘱道 忽而转身一惆怅 我能告诉你的便是这些了 在帝君身边跟了这么多年 突然就要离开 还真是 会刨新君抬手作衣 小仙今晚就要去藏书各受职 今后若是有需要小仙的地方 先关不必客气 两人相对 便各是一记客气的拜礼 此时 帝君已经完成清雲殿的事 回到了太成功 清冷的声音悠悠响起 问道 私命事情都交代好了 是 帝君答话的是仲林 而本应作答 此时却没出声的常力 得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看来他还需要些时间 来熟悉自己的新明慧 晚上 东华帝君独自在书房 挑灯月佛经 晚上后 他便叫人在中庭西厢房 最靠近他请殿的地方 给仲林收拾了间屋子 崇林看起来很是惊讶 东华帝君却不以为然 崇林跟了他这么久 自是当得起这样的待遇 三万年后 青秋小弟击白凤九已经三万岁了 已经成为了一个妙龄少女 她淡如秋水的眸子慵懒地张着 却显露着灵气 低头海藻般柔美的长发披伞 几缕调皮的青丝垂落在耳侧 愈发动人 一身飘飘的橘粉色衣裙 腰间系着一根与衣服同色的飘带 更显出了他的美艳 玉族上的羽鞋 点缀着极多浅粉色的牡丹 乌发上插着一只银簪 颇显出了他的气质 英纯微巧 鲜鲜金手 但抹着白色 称得上是四海八荒的第二角色 一日 凤九引去鹅间的凤雨花后 来到了往深海边上坐下 突然想到了什么 伸手换出了一个古琴 调了调琴弦唱道 菩提花 连绵无尽漫云端白凤雨 飘飞往深海中央迎月光 苏罗树下倒影成双清碑 醉了水并发乱沉香暗 三花云染情思禅 清华凡 望不穿秋水 别暗饭阴转 雪落旧情波段思嫌命隔间 千年何人虚后偏佛灵花开 前世尘埃十里红莲 情中无欢蓝惹境外 笔意浅入门台枕上树镜 三生花落原来菩提花 连绵无尽漫云端白凤雨 飘飞往深海中央迎月光 苏罗树下倒影成双清碑 醉了水并发乱沉香暗 三花云染情思禅心华凡 望不穿秋水 彼岸翻阴船 雪落旧情波段思嫌命隔间 千年何人虚后偏佛灵花开 前世尘埃十里红莲 情中无欢蓝惹境外 笔意浅入门台枕上树镜 三生花落原来佛灵花开 前世尘埃十里红莲 情中无欢蓝惹境外 笔意浅入门台枕上树镜 三生花落原来枕上树镜 不枉仪式等待 巧合的是 东华帝君这日正好出门巡查四海八荒 经过往深海时听到了这首歌曲 想到这首歌是他还在碧海苍林时做过的曲子 他并没有流传出去 为何还有先者会唱 于是便伸手便撤去了御风绝 立在云头想看看是到底谁在唱歌 他看到往深海旁坐着一个身着橘粉色衣裙的少女 正准备下去问他时 听到这少女一声惊叫 一只巨大的虎金向他扑来 少女立刻将古琴收尽须顶 念起于风诀开始逃跑 虎金化为人行锦随其上 少女是不是看向后方追着他的虎金 没有注意看路 等注意到是快要撞到树上了 少女双手往前伸 企图挽救自己即将撞树的后果 无奈收效盛微 东华帝君看不下去了 降下云头伸手揽过少女的身体 左手广袖一挥 正中虎金 虎金看了他一眼 说了一声东华帝君 就立刻化为一阵黑烟逃走 少女看着眼前的男仙 带着他慢慢的落到地上 便问道 你是何人 东华帝君淡淡的说道 东华帝君 少女惊道 啊 东华帝君看着还抱着自己的少女 略微不略道 你还想这样抱着我多久 少女文言立刻收回了 放在这男仙肩上的手 东华帝君则也干脆利落地翻开了少女的腰身 少女问道 你真的是东华帝君 东华帝君问道 不像吗 少女微微笑道 不像 我在哲言的藏书里看过你的画像 真的不像 东华帝君抓住少女画中的重点 问道 哲言 少女点点头回答道 嗯 哲言 实力逃灵的上神 东华帝君疑惑道 你是他什么人 少女伸手一抹额间 隐去的凤雨花显现出来 说道 我是青秋五荒至北荒帝君之女 九尾狐之后 青秋白凤九 随后立刻行礼道 青秋白凤九见过东华帝君 东华帝君说道 原来是白家人 白家的人竟然还会怕一只虎精 你还未飞升上仙吧 凤九有点不好意思 说道 没 东华帝君又问道 你刚刚弹的是什么曲子 从哪里学来的 凤九点点头说道 是菩提网声曲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弹 只是隐隐觉得这首曲子我十分的熟悉 好像很久以前就弹过 动华帝君没有继续说什么 转身向前走去 心想 数十万年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曲子了 这个白凤九与我记忆中的女仙极为相似 又会弹我在碧海苍林中做的曲子 难道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我没有听到这首评论区的汇并不一样的 我没有听到这首评论区的汇并不一样的 我没有听到这首评论区的汇并不一样的